保理頂巴西大壞 雖然公社和豪川保佑順手隊定義來清理 但是本社根本就清未了 主要就是因為常常有民眾 欧北總本社等任客帝 為了改善這個問題 公社頭過關議員也林聰的協助 在大壞主席爭了八個降息去 希望可以改善民眾欧北等本社的問題 頂上了這時是坐了 再減息去爭執以後的狀況 保理頂公社清潔堆 占對八個降息去爭執 正式八個降息去 二十四休息降息 希望改善保護欠款國頂新民眾 隨便將本社等任客帳的行為 清潔堆其實跟我們的 豪川保育社會其實都 每禮拜都會來這裡損 尤其是清潔堆都會來這裡穿這些垃圾 其實大家都很辛苦 當然當這個錄影展示器 也是希望可以發揮到這個效果 就是說 像今天我們來這裡看 剛才剛才穿到清潔去清潔去 看到也很爽快 你如果這樣整理好漂亮 可以讓人在這裡散步 休閒活動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八聲大白一直是公社發展 保理水環境特色 積極要應做一個重點區域 但是民眾欠款公得心 是想將本社等任客帳 甚至是處理幾百本社 也會大白等任 雖然公社清潔堆跟何川保有順秀堆 加上紀南台下的配合 定期清理客帳本社 但清潔又還有人亂彈 只好透過管議員 與人床的議員配合 看協助 正式鑑識去 來領亂彈本社的民眾 拍攝的位置就是照河面和道路 就是因為這邊常常就是有 釣魚的人還有一些散步的人 常常都會有零星的垃圾往河裡丟 尤其是晚上散步的還有住宅區 常常都會有整包的垃圾往河裡面丟 我們就以這個考量下去設置 那其實說真的啦 監視器這種東西其實就是治標不治本 那最重要的還是要我們埔里的證明 能發揮一個良好的公民的素質 把公德心拿出來 不要再亂丟垃圾進去 那這條河才有它乾淨美麗的一天 共産共町 鑑識器的目的不是要發展 主要是希望發揮彷環的效果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希望每一位頂民 都拿出公的心 本社不要亂彈 共産修好保利的好順好水 記者王嘉昇 蔡宏報道